男人基本上不能一心而用 除了看球賽 另外一個是打電動的時候 他完全沒有辦法一心而用 像我自己的弟弟也就是 他平常其實他老婆也是上班 所以他如果下班幫忙換尿布啦 照顧小孩 其實他處理得很好 但是有一天呢 他老婆就是假日還要加班 所以就把兩個小孩交給他 而且他老婆其實加班時間也不長 早上10點出門 下午3點回家 然後呢 先不講過程 先講他老婆回家看到什麼 他老婆回到家 因為他們家最小的那個兒子 才小班 就是睡覺的時候呢 還會包那個就是酷型的尿布那種 拉拉褲 對 他回家就看到他兒子是這樣走出來 媽媽啊 整個人是這樣走 他說你怎麼了 後來呢 他手去摸 什麼 也就是說 從早上兒子起床到下午3點 他下班回來 對 那個尿布沒脫 變超直包 超重 所以他兒子 他兒子 而且那個換下來 就放到地上這樣 碰一聲 對 還有碰一聲 就是他那個尿布已經 水帶 他跟我講 他說 姐 你知道嗎 我都覺得他在尿 一泡尿會從旁邊流下來 我想說他兒子下面一大包 他媽媽應該會開心啊 沒有 是尿布 所以那頭一大包 那他後來有長整是嗎 那一天是沒有 但是接下來他兒子就跟他講說 媽咪 我肚子餓 他說 肚子餓 你沒有喝牛奶嗎 他就開始要準備罵我弟了 我說有 我有泡 我有泡給他 再泡給他 他沒有喝嗎 我弟他說我有泡 他沒有喝嗎 他媽去看 他說爸爸有泡你為什麼不喝 不好喝 他老婆一喝 我不跟你講 奶粉要加三匙 你加幾匙 我忘了 好像兩匙 還是一匙多一點 他說他真的忘記了 所以他就餓了一整天 從早上起床一直餓 就是 我弟說沒辦法 是受戀兒童嗎 我弟說沒辦法 因為他是打那個 線上遊戲團戰的團長 所以他要帶一群人打仗 責任重大 對 他說不能停 而且他要分配任務 誰要上 誰要退 誰補給什麼辦法 他們也應該跳步都搞不定 他會什麼資格帶人家打仗 這個派兵很重要 對 他說這很重要 他說平常都OK 但是真的他專注在線上遊戲 他說他都有記得有做